有民眾分享說到駕訓班學開車 沒有想到這個教練車居然沒有車頂 讓網友笑說視野絕佳 還有人留言說到這裡學開車 合約裡頭必須要備註說 雨天不可以礦課 冬天不能缺席 而這樣的教練車以方熱議 我們實際找到這個駕訓班 教練就說了 這台車是專門設計給 對於這個開車卡關的學員 透過開闊的視野 可以降低大家的心理障礙 考照學開車這台超下趴 教練車近是敞篷車 四門車款擋風玻璃 車窗通通消失 緊留窗框就連車頂也不見 出身兩側還差國旗 網友看了說根本國慶閱兵車 全景天窗林死角 實現一級棒 沒理由再說看不到線 但深等敞篷面臨天氣殘酷考驗 也因此有網友報效留言 合約必須備注 雨天不得旷課 冬天不能缺席 敞篷教練車造成轟動 引爆話題的本尊是這一台 A柱啊B柱啊那種死角視線 有的學生他比較有那種 心理障礙的時候 我們才會請他們試開這台車看看 拆掉玻璃車頂 半露天設計 原來是體貼對開車卡關的學員 視線開闊先找回信心興趣 再換回一般車練習 除了敞篷這台車跟一般車沒兩樣 構造功能都正常 當然僅限教學場地嚴禁上馬路 不會壓到線啊 他不會有視角啊 你會想開嗎 會 解密敞篷教練車 有其功用意外變化題 關注度瞬間暴增 記者柯成浩高雄報導